第二百五十一集 君宿劝祥突厥 裴举和铁乐缠于来时 燕饮结束的时候 天已经很晚了 裴举终于回自己房间休息 一名宦官走上前来 他说 皇上还在宫里等候裴皇门 借您的马车 也在大门外等候多时了 这裴举顿感意外 他想 堂堂大国之君 怎么为这点小事纠结不休呢 于是只好乘车 匆匆赶到现任宫里 果然裴举跪在地上尚未起身 皇上就急不可耐地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弄清楚没有 裴举起身说 不出臣所料 铁乐缠鱼确实是因为部落管理不善 又遭突厥严酷盘剥 冬季难熬 方铤而走险 决定打劫敦煌 后经幕僚苦苦归劝 方才收手 之后他又感到害怕 便遣使者前来表示忏悔 皇上仍觉得不可思议 他盯着裴举问 一国元首 元和竟亲率臣民去做打架劫舍的下座勾当 嗨 西域中的某些国家 说穿了原本就是一伙 凶悍残忍 无恶不作的马贼 不过铁乐的情形又比较特别 此部落国的人数不算是太少 总计有十余万众 并有一只训练有素的铁骑 本不致沦为烧杀抢掠之流 这因为该国的侠地偏侠 又偏偏夹夹在东西两个突厥的当中 名义上他属西边突厥保护 可是自尼爵楚罗可汗当权之后 铁乐受尽了保护国的欺凌 日子难过 才被逼欲去打劫敦煌的 禅瑜的幕僚有一个就是汉人 他告诉禅瑜 宁可得罪楚罗可汗 也不要惹怒当下如日中天的随朝 否则今后突厥如果靠不住了 又与大随为敌 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为此禅瑜才前使前来道歉 这些话都是铁乐来使来说的 是 公觉得他的话能信几分 臣想这位来使说的都是实情 因为说假话对他毫无益处 对我朝更没有什么意义 好 若是这样 皇上把玩着铁乐缠鱼 尽献的那只玛瑙杯子 突然他说 真倒想要铁乐 给咱们办一件事情 皇上先是对铁乐缠鱼 派使者来朝的真实意图 心存疑虑 而当他深信不疑之后 却又突然说 要铁乐为自己办事 真是不可思议 裴举于是说 当下铁乐一国人 就在天寒地洞之中 缺喝少吃 偶尔代补 况且他与咱们隔千山万水 能指望他为咱做个什么呀 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有可能为我所用 他没吃的 咱们可以给他牛羊 还有粮食 咱们的边关 自大随利国开始 不就是一直在屯田吗 近些年来 没有大的战事 粮食和牛羊 也是多的事 而他呢 充其量就是 十来万的人口 施舍一点 就能把他撑死 不知圣上想要铁乐 为咱们做什么呀 裴举问 这让他帮着咱去 剿灭土玉魂 公以为如何 啊 皇上此一想法 可把裴举惊得瞠目结舌 皇上瞅了发呆的裴举一眼 不仅不慢地道 公不是说 西域有两只不好对付的 蓝鹿虎吗 当下 朕已经派 崔君速去 劝降突厥了 接下来 只要提了船鱼 答应去打土玉魂 西域的祸根 不就清除了吗 朕想 铁乐既能打败 冯孝慈的军队 那实力不可小觑 他即使不能全歼 土玉魂 使土玉魂 遭受重创 也是行的 朕令派军队 去收拾 受创的土玉魂 不就轻松多了吗 再者 咱供铁乐吃喝 帮他渡过严冬 不是比铤而走险 去外边抢劫 强多了吗 好主意啊 裴举一听 觉得皇上 简直是异想天开 但今皇上 一番妙论 过细一想 感到可行 这才说 双上英明 此确是一招妙招 臣愿效全马之劳 去铁乐所部 以促成其事 君臣一拍即合 皇上大喜道 有功亲自出马 此事便更有望了 两日后 裴举 集同铁乐派来的使者 冒着严寒 前往西北边关 划分两头 却说 先妻 出去西部突厥的使者 催消素 当他辛辛苦苦来到 拟绝楚罗克汗的牙障前 就碰了个硬钉子 这个时候 不得人心 内外交困的楚罗侯 却不把这位大随的使者 封在眼里 他高坐虎皮大位之上 端出一副西域老大的架子 拒见大随的来使 崔君肃 经过严正交涉 楚罗侯的手下人 实在是看不过眼了 纷纷劝说楚罗可汗 他们说 大随前史来 事件非同寻常之局 或许对我并非坏事 即使有于我不利的事 也不能避而不见 楚罗可汗 这才勉强地让 崔君肃觐见 既然是大随派出的使者 必是事先掂量过的 这位崔君肃 也确实不是等闲之辈 他一入牙障 便反客为主 命楚罗可汗 下跪听旨 此一周 既有如捅到了马蜂窝上 楚罗可汗怒不可遏 要斩来使 周骚众臣 则成惶成恐 一片哗然 相反呢 崔君肃倒是毫无惧色 他大意凛然地 侃侃而谈道 突厥 原本是个实力不俗的 堂堂大国 不幸 分裂成东西两个国家 自己相互把对方 视为仇敌 你来我往连年征战 一直厮杀了整整二十年 都不能将对方消灭 此意证明东边的启明克汗 和你楚罗可汗的实力 旗鼓相当 但 幕下启明克汗 统领的部落 军队将近百万 同时 还真心实意地向隋朝称臣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万分痛恨你 楚罗可汗的存在 使他不能独自成为突厥 唯一的大可汗 所以 他只好降低身份 侍奉强大的大隋天子 以求借得隋军 积两个大国的力量 来消灭你 楚罗可汗 至此 如果以 威塞旦夕以 高高在上的 尼爵楚罗可汗 听到这番话之后 大冷的天气 额上脸上 已经是大汗淋漓 不能自已 崖掌之中的幕僚 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出 崔君肃 则旁若无人 他继续道 而今 隋朝百官对可汗的行为 亦是十分痛恨 都请求皇上 答应启明克汗的要求 发兵前来惩罚你 本来 大隋与启明克汗 联合发兵的日期 都确定好了 只因为 居住在京师大兴的 您的母亲 相夫人 害怕您被消灭 日夜守望于宫门前 哀伤痛哭 请求皇上不要出兵 是相夫人的诚意 打动了皇上 这才派下官 前来面见克汗 让你去内地 请求皇上恩典 并与母亲团聚 可是 下官今日到此 克汗竟对 大隋派来的使者 如此无礼 此不是辜负了皇上 和相夫人救克汗 救突厥韩国的 一片诚意吗 楚罗可汗一听此言 惊得从大胃上立起来 泪流满面 一叠连声地哀求说 于是咱事先不知情 请大使千万不要怪咱 说着他双膝一软 从虎皮座椅上 吃溜下地 常跪不起了 崔君素顿时面色肃然 展开诏书 一众辽蜀见状 一纷纷地跪下 恭听皇上的诏告 楚罗可汗听完诏告 并在君素的指点下 面北赛拜 然后恭紧地 把诏书接了过去 并问 咱的母亲 他老人家真的还在吗 相夫人不仅在世 还很健忘 大随两代皇上 都视他为贵客 一直让他住在 大兴城的 红卢客馆之中 接着 楚罗可汗十分恭敬地 设盛宴 招待崔君素 及其一行人 这个楚罗可汗 也确实是个孝子 席间还不断地 向君素 打听母亲的近况 君素行前 依陪举之主 曾顺道先父大兴 看望过相夫人 所以对夫人的了解 颇为周详 于是 他将夫人的衣食住行 等各个方面 说得会声会色 使楚罗可汗 大为感动 他想 母亲去大随 已经整整七年 历经两任皇上 都对他照顾得 如此周到 还活得这么 自在健康 可见大随 对突厥和自己 的确是 仁至义尽 君素 见楚罗侯 唏嘘感动 便趁热打铁地说 大随是个 讲究仁义 和孝道的大国 你今后在对待 朝廷方面 确实要多向 启明客汗看齐 人家从掌权之日起 就一直向大随称臣 先帝 因而十分看重他 给他的赏赐和优惠 特别地丰厚 使得他的国家 逐渐富强了起来 而你 总是疏远朝廷 不向大随皇上 表示忠心 从而使自己 一步一步走向了 灭国的边缘 楚罗克汗 慌忙不迭地辩解说 取民离大随朝廷近 来去也很容易嘛 咱离到远 去一趟大随朝廷 确实不易呀 崔君素 欲重心肠地说 这不是理由 关键还是 你心不成 心中压根就没有 大随皇上 这楚罗克汗急了 他环顾左右 压低了嗓吟 对君素说 确实不是咱心里 没有皇上啊 您看哪 咱这母亲 也在贵国帝都 咱能不挂念她吗 是咱确实不敢走远呢 克汗咋了 不能远行 哎呀 并不是咱的身体有什么毛病 接着他负着君素之耳 敲声地道 咱周遭这帮家伙 别看他们在宴席上各个喜笑颜开 慈眉善目 其实都是各自心怀鬼胎 咱一离开崖障远去 他们就有可能翻脸 不认咱这个可汗了 啊 还有这种事 君素故作惊讶地说 由此看来 可汗威望存疑 处境堪忧啊 就是啊 请可汗想想 您如果能得到 大随皇上的支持和保护 那么 您的手下人 还敢对您 有半点不敬吗 可是 皇上对咱 哎 这样吧 君素断然道 可汗暂时不便离开 匣地也罢 可以先前一名使者 去大随 咱回朝廷之后 会将可汗的处境 禀报皇上的 那 那太好了 忧心忡忡的 楚罗克汗连连点头成事 无独有偶 楚罗克汗的邻居 铁乐缠鱼国的日子 比之西部的突厥韩国 更加难熬 他夹在两个突厥韩国 中间的狭长地带 西突厥 不仅没有对他 执行保护义务 反而百般盘剥 加之 平日自己又不够 检点和安分 因而常常受到 东西两个突厥国 可谓是两头受压 苦不堪言 如果与往年相比 今年冬季 铁乐则倍感煎熬 于是才觉得 左右邻居既然不好惹 便打起了 富得流油的 敦煌的主意 敦煌 与张叶一样 是大随 通向西域的 另一咽喉地 地经贸易 比之张叶 更为红火 此地南来北往的 富商云集 各类物资应有尽有 本地呢 亦盛产粮食 牛羊和鸣马 铁乐缠鱼 击败大随的援军 闯下大祸 才赶到后怕 又回头派使者 前往大随 赔礼道歉 这正个是 没打着狐狸 反惹了一身骚 这日傍晚 当日头 即将沉入大漠中的时候 正坐于崖障火炉旁 打瞌睡的铁乐缠鱼 忽闻手下来报 东南边有一长串的骆驼队 正朝着营地方向走来 真的 你没有瞧错吧 蝉鱼揉着眼睛坐起来问 哪里能有错呢 那队伍离咱营地 越来越近了 可是殿后的骆驼 还拖得好长 似乎是没完没了呢 哈哈 哎 有刀是天无绝人之路 你快去集合队伍 这回就是天王老子 咱也不会放过他 蝉鱼着上铠甲 手握着一柄马刀 一脸杀气地 走出了牙杖 此时听到召唤的青壮牧民 一刀全副武装 牵着马出了各自的帐篷 有的则已经跃跃欲试 骑到了马上 蝉鱼也不问人是否到骑了 一跃上马 二话没说 一加马度 就朝着东南方向踏雪而去 一众铁骑 亦都在跃马阳边紧紧相随 顿时 把个银庄素果的血缘 搅得是浮雪飞溅 天昏地暗 当蝉鱼一起 当先跑到一个沙丘上的时候 只见秋下白矮矮的雪地之中 一队望不到尽头 身负重载的骆驼队 在夕阳的照射下 不紧不慢地 朝自己走来 蝉鱼和跟随而来的属下 见到此情景 一个个皆看得发了呆 竟忘记了 自己是前来打劫 这支骆驼队的 而恰在此时 只见秋下 长长的骆驼队当中 突然冲出了一骑 朝着沙丘 急驰而来 知道那马冲到蝉鱼不远处 他才认出 那骑者 原来是自己派到大随 去赔礼道歉的使者 使者下了马 气喘吁吁的 指着沙丘下的骆驼队说 报告蝉鱼 大随皇上 派人给咱送吃食来了 什么 你说什么呢 咱奉蝉鱼之命 前往洛阳 向大随皇上致歉 说咱 田乐蝉鱼 毁不该围攻敦煌 还错息了 大随的援军 请求皇上能够谅解 咱今后世世代代 不再与大随为敌了 那皇上不但没有 予以追究 知道咱确实是有难处 还派使者给咱 送来了过冬的粮食 牛肉和酒 让咱过冬 真的 铁乐蝉鱼喜出望外 不一会儿 担任使者的皇门侍郎裴举 一骑马来到了沙丘之上 他对蝉鱼说 此为送来的第一批救援物资 既有粮食千蛋 现在活养两千只 和一千坛的酒 从边境各地 调运的物资上在头中 不日即将陆续地运打 蝉鱼是条硬汉 他见裴举的花白胡须上 接着一缕一缕的冰茶 感激涕铃铃的道 多谢裴大人 多谢 大随皇上 多谢